高雄其身發生土石流 衝進了民宅 一對老夫妻一死一傷 住在隔壁的鄰居 迴響心有餘悸 土石流當下隔壁的鄰居 敲打鐵門的門栓 讓滿屋子的泥水宣洩 而其實多次的領先老屋主 怡斯和太太準備撤離 但根本來不及逃 隔壁鄰居透露 這一排的房子有兩戶是老人家居住 但是其中一戶 長輩已經被年輕人接走 而剩下的這一戶立信人家 老人家來不及逃 25號發生土石流的地點 2016年的9月也探訪過 當時住戶驚慌逃出 差5公尺就被土石給掩埋 相當驚險 時隔8年 凱米颱風來襲 土石又衝下 這一次已經搬離的年輕世代 逃過一劫 但是想要守住老家的長輩 一死一傷 讓家屬痛心 實在難以接受 三立新聞圖永成 俊榮 高雄報導